深夜 一群无头阿飘跳着广场 把男人吓得躲在佛像面前 求他显灵就救自己 坐在大象身上的阿飘心想 我得给佛祖一点面子才行 这次就不杀人了 可在临走之前 他却撂下一句话 谁要是脱下僧袍 谁就得死 很快诅咒就应养了 这个老头曾是寺庙的高僧 由于钱赚够了就回家想 可倒霉的事情 却接二连三地找上他 所以他就准备再次串上僧袍 可阿飘根本不给他机会 随着日时降临 送行的人员竟突然消失了 然后前方的道路上 就出现了一只阿飘 他踩着象牙就来到老头面前 老头还来不及求饶 只听咔嚓一声 他就被大象踩死 这就是打马似的偷豪兆 可眼镜男跟白毛却不信邪 非得还速回去享受人生 可却厄运连 眼镜男守到了不守 连手指头都折了 而白毛则带上新款微薄 就在他们护述苦水的时候 一只菜刀飞来 差点砍到俩人 他们吓得跑出餐馆 却又碰上一辆失控的大巴 好在大巴及时转了个弯 俩人这才侥幸捡回一命 这时候 俩人也看到车顶上 站着一只全情无休的阿飘 就这样 俩人重新回到寺庙求收留 与此同时 一个妇婆也带着明星儿子 来到寺庙出家当和尚 因为妇婆曾在佛前许过院 只要儿子能够出名 他就会让儿子当三年和尚 就这样 一群人骑去寺庙 等待着方丈出差回来 被三人举行受戒仪式 可当天夜里 明星哥不仅被眼睛占了便宜 还被一只蜥蜴吓得不轻 白毛更是无情 竟还踩着他爬墙头好 眼睁睁看着他被蜥蜴飞离 还好小和尚他们及时赶到 这才保住了明星哥的心 但他也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拿着行李就要离开这里 白毛俩人就死命地拦着他 还跟说出寺庙的祖咒 明星哥被俩人这样一顿劝 便决定当个信守承诺的真男人 但主要原因就是怕死了 第二天 小帅带着三人出去化缘 可明星哥的人气实在太旺 他们一出门就被粉丝包围了 女粉表示要去当灭绝事态 好保护爱豆的人身安全 这时候白毛他俩就用人品担保 表示自己会保护好明星哥的 可他俩的人品众所周知 那是比渣男还不如啊 到了晚上 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 俩人吓得想要夺门而出 可大门早已被阿飘锁死 他们只好放弃争承 开始预判剧情 有狂门 众人想要趁机逃出去时 房门又猛然关闭 然后身后传出一阵鬼笑声 众人转头一看 阿飘正跪在佛前大笑 深意 遇到一只礼佛的阿飘怎么办 小和尚想用经文对付阿飘 不料对方的业务比他还熟练 只见阿飘全身冒起火光 一个婶婶来到众人面前 把大家吓得四处逃窜 眼镜男躲闪不及 就被阿飘附身了 只见他双眼泛白 然后开始狂愁自己嘴巴子 众人健壮赶忙上前阻止 可此时的眼镜男力大无凶 一抬手就将几人甩飞 随后紧紧掐住白毛的脖子 又将偷袭的小和尚掐住 眼看俩人就要领和翻了 明星哥就从身后偷袭了 终于把阿飘赶出体内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死死掐住俩人的脖子 关键时刻 小帅一铲子敲下去 把阿飘的大头给敲掉 这才解除了眼前的危机 可他们知道 阿飘肯定还会再回来的 所以小帅就准备去隔壁寺庙 找高僧过来帮忙 可高僧却告诉他 要是让他过去的话 谁抄肚谁还不一定呢 因为拓袍咒油来已久 他也不知道如何化解 他让小帅去其他寺庙看看 或许有人知道如何化解诅咒 就在小帅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脖头不见了 意识到不对劲的他 刚想转身逃跑 可房门却突然关紧 将他动倒 这时身后的不善 也开始无风自动 幸好有人打开了房门 才让小帅安全逃离 可另一边的白猫 却没这么好运 先是不小心摔倒 扣在了木锅上面 随后又独自遇到了阿飘 幸好他跑得很快 这才找到了小和尚他 周人看他像个睁眼下 便好心给他换了个造型 于是泰国超人便诞生了 可几人还没玩够呢 旁边的货架却突然摇晃起来 把几人吓得撒丫子就跑 等他们逃到小树林深处 却看到阿飘骑着大象追过来 三人实在是逃不动 就摊在地上休息回来 可这时候阿飘又出现了 他一把将眼镜男丢出去 正好装在石头上晕死过去 随后又徒手拎起白猫 将他带到树顶上 然后巴击一下神仙 白猫就这样被送进了医院 众人坐在门口讨论事情经过 越发觉得那只阿片 是在针对白猫和眼镜两人 于是 明星哥店将护身符 送给眼镜男防身 可眼镜男却觉得这个护身符 跟阿飘带着的一模一样 小帅这时也想起来 自己曾听方丈提起来 这个护身符 是他从寺庙拱门处捡到的 这很可能跟脱袍处有关系 于是 小帅就准备去找百岁老僧 问清楚拱门的位置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阿飘已经出现在病房里 正准备对白猫下手 仔细看 一只喝不溜球的鬼手 正伸向病床上的白猫呢 等白猫再走到台 已经置身于一间破庙里 周围还躺着一群病重的人 白猫跑出去一看 却发现外面到处都是病人 就像感染了瘟疫一般 这是一个男人 抱着他母亲过来求助 可俩和尚却已没有地方为由 拒绝了男人的求助 幸好方丈慈悲心肠 让男人将母亲抱进自己屋里 这时候白猫却发现 那两个和尚 不仅跟自己和眼镜 长得一模一样 还能从自己身体的穿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 镜头拉远一看 白猫已经置身于拱门前 没等他搞清楚状况 阿飘就出现在对面 身后的烧烤架也燃起熊熊大火 阿飘一把扯住白猫的头发 将他拉向烧烤架那边 幸好眼睛看出不对劲 急忙给他戴上附身图 这才将他从梦眼中唤醒 与此同时 小帅也从老森口中得知 拱门的具体位置 他们根据老森的指点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拱门 可就在要挖出阿飘的尸骨时 阿飘却又出现 他警告小帅不要多管钱时 反正他一定会带走白猫俩人的 说完就化作烟雾散去了 小帅见阿飘没有伤害自己 便更加无所畏惧的 前来挖掘机挖出阿飘的尸骨 随后白猫便将自己梦到的事情 讲给了众人听 小帅结合老森的话 猜测男人便是失咒者 可他为什么要下咒 突然 白猫俩人被拖进梦境 然后就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俩就是俩和尚的转世身 当年他俩为了活命 就让方丈放弃救治病人 可方丈自然是不肯答应 当时被他收留的那个男人 就想出家替母亲祈福 可就在即将完成受戒时 方丈却因感染瘟疫去世了 男人不想放弃最后一步 便请求俩个和尚帮自己受戒 但俩和尚害怕被传染 直接一脚踢开了男人 随后脱下松袍逃跑了 男人在临死之前 对着方丈送他的护身服务 施下头袍中 白猫俩人看清了真相后 也知道阿飘为什么要害他俩 眨眼的工夫 俩人已经被捆绑到烧烤价钱 而现实中的小帅 也在将阿飘的尸骨火化超度 在梦魇中 阿飘浑身冒起是热的火光 随后白猫俩人醒来 阿飘也出现在火场 小帅让阿飘放过白猫他们 同时也是放过自己 这时阿飘突然双手合十 对着小帅呼唤方丈的名字 原来小帅便是方丈的转世身 他轻轻抚摸阿飘的头顶 替他完成了受戒 让他放下手愿 重新投胎作人 阿飘也听从方丈的圣洁 化作一粒青烟散热 影片鬼似雄灵就此结束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支持哦 随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我们的手术 。